直接程式就拿來用好了 那裡面的話當然不外乎就是插入函數 我們的需要是 游標放這邊然後插入函數 它可以怎麼樣使用者定義 定義裡面的話呢會有一個成績函數 然後跟你要什麼呢要一個成績 按個確定合格不合格 這第一個 不過呢你向下填滿會有問題 因為下面這個題目說明 就可能把它刪掉OK了 刪掉之後的話 向下填滿其實就OK了 因為這個會干擾 那題目說明主要不是 應該會出現的東西啦 因為只是說因為我們這題目有一些說明 所以你可以把它刪掉 第二個的話你可以再加一個成績 叫多重的函數 那成績函數多重 然後裡面的話一樣給一個成績 它返環的話呢也是會是 怎麼ABCD 可以類似像這樣 那當然呢你會發現快很多 你不用再點點點你還在想說那個 怎麼樣去做多重不用啊 反正你又給一個成績 自動幫你篩選完畢了 所以工作裡面其實有蠻多類似 可以這樣做的部分 那你會想說那個 到底那個SUB跟Function 剛剛有沒有 VBA有兩種 SUB跟Function 那這兩者 其實 好像兩個都很像 而且做出來結果都一模一樣 可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今天是要做格式設定 像比如說我做完之後我希望置中 有沒有 這個時候呢 如果 跟格式有關 基本上 只有SUB可以做 Function它是Return的 它就Return 它的 因為Function本身就是儲存一個 一個暫存的值 這個值就是說幫你計算完畢丟回來 丟到儲存格而已 它只會回傳一個值 或者一個結果 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但是呢它沒有辦法去更改裡面的格式 比如說我還想置中 或者是說我還想什麼 像後面我還要做一些變化 什麼變化呢 就是說 如果我希望 在後面同學 問的問題 比如說多重 還要加顏色 顏色裡面呢常用的也許是 我希望把字換個顏色 我希望換個底色 我希望換個框線 或者是加粗體 大概這些啦 我想夠了 因為 沒有人弄那麼複雜 又不是 做美勞課要弄很漂亮 不用啦 反正這些的話 如果說我先用變顏色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首先當然我剛剛提過 格式 用方選是不行的 所以以後你想要格式 你就不能用 方選 不能用自定函數 只能用sab OK 所以這個差別 慢慢就可以 慢慢 離出 離清 那怎麼做 因為 時間的關係 我們還是用這個 sample 你們可以參考雲端或者是 最好啊 還是要自己打 動手打一下 因為動手打才知道 自己哪邊可能犯錯 即便一個小小的地方 你會發現 錯了就是不能執行 那這邊的話到底有哪些地方不同 其實你們可以拿那個 剛剛成績多重 來改 複製貼上加一個顏色 那其他都一樣 就是說呢 只是加了一個什麼呢 顏色的不同 那我大概demo一下給各位看 基本上呢 這個地方 我大概能夠做出幾個效果 一 輸出之後的話 把顏色 變更 變更哪些呢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大概你們可以從這個 你可以當範本 以後自己拿這個來修改一下 第一個 A的部分 輸出之後呢 也順便幫我改一個 顏色 字變成藍色 該怎麼做 B的話呢 幫我呢 在這個底下 變一個底色 底色變成黃色 該怎麼做 第三個呢 是加一個什麼呢 C 加個框線 反正這三個都不一樣 A是顏色 B是底色 C的話是框線 那D的話呢 一樣加 換個字的顏色之外 也幫我加粗體 其實主要是初級 OK 那這三個怎麼做 基本上呢 我們就分別在篩選完之後 在底下 多做一個 後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就是 那個RGB 只要跟那個什麼呢 顏色有關的話 那我是建議你可以記一下 VBA裡面有個函數 函數名稱叫 RGB 這個RGB其實顧名是紅綠藍的縮寫 前瓜糊 三個數字 它的最大就255 最小就0 也就是28次方 所以 你如果要綠 比如說我今天要藍色的話 那我就後面加個 點Fone 點Color 等於RGB 00255 這樣就OK了 那只要指定拿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給他就可以了 那當然你後面要打這一串喔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一般習慣是先打一個Cell 點 點Fone 其實你會發現點Fone它也會出來 你打一個FO 它Fone也會出來 你可以用 點兩下提示 Fone點Color這邊也會出來 那至於說Fone裡面有哪一些屬性 有時候用拆的也拆的 因為英文都是一般系的英文 你可以用拆的 等於什麼呢 RGB 聽你打前瓜糊 他還問你說 紅色多少 沒有 因為我要藍色嘛 綠色沒有 那藍色多少 255 OK刮糊就可以了 不過你會發現喔 我剛剛那個Sales後面刮糊 i $.h沒打 為什麼沒打 因為 其實Sales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 它是在 Excel VBA裡面是一個屬性 它把它當屬性來看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說你先刮糊之後再點 你會發現 它不會提示喔 所以我習慣怎麼樣 先打完Sales再點一下 這個地方才會提示 那打完之後記得再把刮糊放進去 刮糊放進去意思是哪一個儲存格 但如果你忘了放那個刮糊的話 它就變成Sales是指 這個工作表全部的儲存格 都變藍色字 OK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至於怎麼樣打比較快 怎麼樣打比較不會錯 我想慢慢你就習慣了 反正你 這都沒有標準答案 我給各位的是 我強調是參考答案 你喜歡什麼方法 你就怎麼做 那因為我這是個人習慣 那我個人習慣是當然打越順越好 所以我有我自己的邏輯 OK 那再來一樣 底色的話是introcolor 所以這個可能你們稍微記一下 如果 黃色字的話就是2550 紅配綠剛好就黃色 紅色加 綠色 沒有藍色 就黃色 另外的話 框線就是boulders 特別重要boulders 而且一定要加S 你想說為什麼boulders要加S 因為 框線一定是四條線 上下左右 所以boulders一定有X 點color如果是紅色的話呢 那就是255 豆點00 這樣子應該可以理解 這不用背 那另外的話呢就是 加粗體的話就bould 等於true 等於true的話就是有加粗體 沒加粗體 那當然呢其他斜線 你自己也可以找一下 裡面有個斜線的屬性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的方法 就可以把這個效果給改出來了 OK 然後這樣的話呢 我們執行完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 A 換個字 b換個底 c 加個框 d 就加粗體 並且紅色字 OK 這個我想應該 都可以理解 程式沒有很複雜 只是加一些效果上去 再來最後還蠻重要的 你加了上去這個效果之後 也要能夠把它移除掉 因為很多人想說移除怎麼移除 你會發現按個delete的鍵 他原來的格式 其實都還在 移除的話 delete 或者加空字串 他只會把表面的資料 移除 至於格式怎麼移除 而且特別注意喔 每一個 字的顏色 底色 框線 跟那個bo 他移除的方法都不一樣 而且你要另外寫 你如果沒有寫他效果就移除不了 OK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喔 這邊的話也是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上面 我這邊清除的方法 清除的話 基本上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也是試了很多 後來才發現 其實他每一個 去除的方法 都不盡相同 那怎麼清除 一樣喔 前面這一行 是把資料清空 下面這一行 如果你要把字怎麼樣 改回 原來的顏色 那我前面試過 我本來把它改成 XLNUM XLNUM就沒有顏色 發現奇怪 字變灰色了 灰色不對啊 原來是黑色 所以如果你要把原來的顏色 清除的話 顏色改回來 其實就是什麼 RGB 改成 黑色 那黑色的話呢 在XL裡面 RGB的 敘述就是 000 那白色剛好顛倒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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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如果說你今天呢 要把這個地方 字的顏色拿掉 請你把它全部改回 改回黑色喔 敘述其實你可以把 上面這一個 SUB 複製貼過來 來改 其實比較快一點喔 然後如果沒有顏色的話呢 記得喔 是 INTRO 底色的話 是INTRO 點 Color 本來是黃色喔 後面記得喔 敘述方法喔 記得改成 XL 這邊說 這是L XLNUM 就是沒有的意思啦 這不好寫 XLNUM 就是把它改成 沒有 那 再來的話 就是說那個 框線如果要去掉的話 BOLD BOLD後面的話有一個叫LIFESTYLE LIFESTYLE給他沒有 XLNUM 這樣的話呢 才能夠去掉 他原來的那個框線 另外呢 最後是那個 我們還有那個 就是 加粗體 如果你要粗體移除的話 那就是把它改成 TREW改成FALSE TREW是 打開 FALSE是關閉 OK所以BOLD後面的話你把它改成FALSE 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達到那個清除的效果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 要把這個效果清掉的話 直接執行看一下 OK 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這個整個除了資料清空之外 裡面的格式呢 也被全部移除掉 每一個每一個對應 所以將來如果說你要加這個格式上去 怎麼去移除 那這邊雲端上有相關的 程式給各位參考 兩個之間要對照一下 那後面的話呢 我們還有就是說 如何加上框線 這框線的話 剛好集過了 BOLD BOLD 所以這邊的話呢 其實如果你要加框線 其實重點就是 把 這個框線 再稍微 比如說我這邊這個範圍 我要把它做一個 框線設定 裡面 大概會有幾個重點 包含就是加實線 加實線再加紅色 再加實線 紅色之外呢 再加出線 最後是 把它清除掉 這個地方該怎麼 因為之前 本來我講完了 剛剛的部分 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平常 在輸出 報表的時候 我都習慣 把那個框線加上去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未來可以幫助我 一鍵完成 這個報表 會式 這樣我就不用在這邊 畫來畫去 可不可以一鍵 就可以把它玩 當然可以啊 可是要怎麼做 VBA裡面呢 如何 去畫這個表格 比較簡單的方法 那其實當我參考一些 坊間的書籍 我發現寫了一堆 我後來發現 不用那麼麻煩 只要懂得去控制什麼呢 控制那個boss這個 這個物件 它就可以幫我達到什麼 我要做的目的 所以你會發現 實線一行 加紅色再加一行 初體再加一行 清除 這一行 所以就自己行而已 比較難一點的就是說 未來如果你要需要做 底下這邊有一個什麼 外面是細線 藍位的下方跟藍位的左方 要是雙線 這個就稍微難一點點 因為它是指向 其中一條線 要不同的格式 那這要怎麼做 我想請各位 先把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我們再來看 有關那個 今天說 了解 有有 是